他好像是在宜蘭縣當縣長的最後一項 所以他在打包他就沒有看到我們寄過去給他的付款 間隔了十幾年 有一天他當法務部長 他要卸任 他要卸任在打包東西 突然翻到那一本去 糟糕 我已經走過十幾年沒有跟你這樣講 我收到這趕快打個電話給我 陳老師我心裡心裡很對不起 那個時候因為我怎樣 解釋了老半天 隔了十幾年 他覺得他做錯事了 我聽到一個十幾年的道歉 我說部長你不要這麼高興 如果你這種精神就要保重 我打算把我整個直輩子送給你 這回你可以三十年才靠近 這位部長先生清廉到什麼程度啊 看見以前華保團體什麼的 都有幾個朋友要去找他 他很高興跟他太太說 加菜 哦你以為家什麼在 車一半 皮膚啊插頭刀 他家的小孩以前啊 看電視他把所有電視都搜掉 只能夠看少數幾個 像比賽看美女那類的 而且椅子只能做凳子不能做椅子 有靠背的叫椅子 沒靠背的叫凳子 只能做三分之一 那些人真的到實在是齁 那些人 那些人也在講圖裡 這次的那些人 這次的那些人 驗收不通過 重來 你要知道 但是這樣的人 有多少人會在乎 什麼叫典換什麼叫法 啊啊啊像這種我就不想法 我告訴你 他一輩子可能還沒有有一次 在台中 對我阿美節講這樣 我不是怎樣美啊 我是用客考的 那從一個人用的人 就知道這個人的 我先讚美他 你是除了你是人以外 他已經找不到什麼缺點的那一種方式 然後說 因為 那有一個就是 任何一個人 不是說只有他 我們一般人都差不多了 就是呢 人格的很多部分 通常不是各面向一起進展 有些部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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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講 如果 你講任何事情 不來演講 不來演講 對外公開的話 只要把我的部分 列掉 就OK 我在談起什麼 他是很有才華的人 好可惜啊 真的是好可惜啊 那當然他想 唉 不用 白手工禮啊 然後也要去 在後 後衛的西蘭 還在當時候 還把他找出來 到西蘭 那個時候已經是當總統了 去西蘭 本來以為要跟他解說 靠腰哪裡在身上 下面的官僚圍著 當場在那邊 炮火連天 跟他們打 一個一個爭從啊 什麼 但是你要知道 那到什麼時候 才找我到 總統你去 都要請教 請教我 國土規劃的問題 但是 隔天是 紅三軍 反正喔 兩任總統都對我很好 但對我很好的時候 都沒有潛力了 歷來走上街頭 其實喔 我剛才列掉一些 實在講不出來 因為我現在真的沒有那種 力道進來 那整個啊 所有台灣的環境議題 你去看看 開礦最嚴重 那礦業的 反礦的問題 總共我們以前在 反釋 反釋前方位 不是只有森林啊